体验服新版本虽然有大量的武器被加强 比如说冲锋枪 手枪 栓军 射手步枪 冷冰器 但是步枪改动却只有两个 那就是调整了AUG和方马斯的属性 我们先来看看AUG AUG的改动其实很简单 就是单发伤害从42点增加到了43点 AUG的射速是每秒11.86法 所以秒伤增加了11.86 现在是509.98 钢枪能力变得更强了 喜欢用AUG的玩家开心了 接下来是重点 方马斯原本被人诟病的有两点 一个是射速慢 另一个是全自动三连发不实用 现如今这两点都被调整了 首先是射速变快了 不管是全自动还是全自动三连发 射速都变快了 秒伤因此也变高了 大家都知道全自动三连发是方马斯的特色 光光不想大家只用全自动模式 所以针对这一点也进行了改动 现在方马斯全自动模式下全值后座力增加了 但是全自动三连发模式下的后座力降低了 也就是鼓励大家使用全自动三连发模式 兄弟们你们喜欢这次改动吗